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78公斤级自由搏击中方王安盈对阵日本选手Miton Akula 好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日方战将 他正是24岁的日本选手Miton Akula 中国的一位优秀选手他正是被称作蒙古草原生的野狼王中国运动员王安盈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中日王者争霸赛许昌寨的比赛现场 现在是由中国武术协会刘普雷为您做现场比赛的技术评论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奥海林 很高兴给国际争霸赛担任主播 这是今天晚上的我们所看到的大级别的也是巅峰对决78公斤级选手之间的较量 场上的信息性的一个非常快的就出现了 应该是日方选手挨了中方选手的重拳 刚才看见一个左右直拳打得比较刁钻 因为这个是交叉直拳 对 场上赛别人是非常有机会 要观察一下呢 这个日方选手被中击之后的 他这个反应是不是正常能够继续比赛 对 看出来中方选手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 他呢也是注意一下并没有啊趁热打结 冲动之一 而是呢把比赛的节奏向自己有力的方便 所以比赛每一个拳每一个腿 你出之前你都要当心看怎么样去做 是这是让对手稍微撞住一个机会 那这个比赛整场比赛就结束了 正所谓是一招不胜满盘结束 对方开始反击 我们开始连续全板呢 还是给我们的红旺对手送的压力 对 他开始往过来 现在要打得天真要爱心 中方选手看一下 看怎么样去调整 但是呢他头部的防守还是非常严谨 这个高烧腿啊 但实际上我们看他没有尺子性的这种重击 对 他是有滑倒的这个过程 好 下一个第一回合 比赛时间到 好 来吧 休息的时间 休息的时间到 第二回比赛已经开始了 洪洪拳手啊 这个拳法这个变线呢 组合啊 打的是第一要刁钻 而且呢 发力也是非常的迅猛 突然 对 而且通过这个角度上干 洪洪拳手已经是占据了整场的这种优势 不管是拳 腿 还是力量方面 都能看得出来占着一定的优势 对自己的选法呢 确实是有备而来 但是这毕竟是比赛 千万不要大意 太美丽了 对方反击虽然非常积极 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重心降得比较低 又是一个选法 看日本选手还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 对方 请多秒保护 OK 应该很多有经验的选手 他是被多秒的枪下 他故意的拍下一直 因为给他十秒钟的时间 他准时二到八的时候他去举手继续示意 因为他 高腿 连续的 应该这回是整合比赛的结束了 好 日方白手又一次对 首场中日搏击大战 王安盈一个漂亮的高边腿 彻底击垮了对手 另方教练拂出停战的白毛巾 也印发了观众的情绪热潮 中方选手王安盈 KO对手获得比赛最终胜利 强势压制 中场爆发 连续KO独秒 过来 中国战队首战 便带给日本对手强大的压力 接下来日方将如何应对 日本由谷川白 是很大的场合 无论这次比赛什么规则 不一定会打败 面对来自日本老将的压力 赵志康能否阻挡日本战队的强势反击 我们看 好 比赛这次开始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是中国武术协会刘普雷 为您做现场的技术评论 您现在看到的是中日王者争霸赛 许昌站着比赛现场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奥海林 今天晚上的第二场比赛 这两个选手都是65攻击机选手之间的较量 是的 中方选手周知汤 日方选手是谷川行击 我们细心的朋友发现这两个选手 从升高和年龄方面应该是有点点差距 中方选手刚20岁 但是谷川行击是31岁 大硬未弱 我们看到的是 场上出现了一个细节性的场面 外表上看来中方选手 往下各方面比中方选手要抗手起 气质上我们讲的什么叫先声卓人 那么首先在精神和气质上给对方一个压力 好 有一句话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有机会就先动手 而且呢 作为一个优秀拳手 首先呢要自信 当然前提是要清晨的准备 对 又是一个主动性 这个摔访法呢 怎么说呢 在现场可以得到一些 给自己增加一些信心 以外就分数上面 就是没有什么大的那个帮助 就是一个被动的摔拔 就是一个被动的摔拔 现在第一次时间也不算多少 是一个出折尾报 prestige 老门 老门 开 这个裁判已经口令 我们看到是两个选手之间 第二符合较量已经开始了 那中方选手第二局 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和方法 我们看到局间休息的时候 他的场边教练 对他就一些提示 我们看到是应该让他注重一些打反击 果然有些奏效 接腿 我们看到这个因为比较奢华 而且他这个把位的这个点呢 应该说还是有点点的这个失误 抓的不是非常准确 对双方选手身上出汗 所以比较滑 一般的动作他都做不出来 现在双方选手是应该是左对右这种的架势 应该后支手和后边腿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进攻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对方选手呢 还是步步紧逼啊 只要你往前紧逼的 你是往前走的 这就是给对手造成你对你的压力 一看 这个对手肯定是体力上的 他比较优先 中方选手啊 他这个摔法显得比较被动 而且意图比较明显 应该日方选手应该猜出来 他要有这种摔法 尤其啊 作为海林 你是一个在 那台征战多年的这么一个优秀选手 依你的经验看呢 这双方选手打的现在 体能已经有危险透支了 他们在技战术方面 应该有些什么样的调整呢 我觉得技战术方面 不要一个阶子往后退 稍微往前顶一下 他这个作为年轻选手啊 体能过早的透支 应该这种情况下 双方的体能都是透支的比较厉害 谁要是能顶得住 谁有这种耐力 往前顶这种的决心 谁就会赞成一定的优势的 这回合时间不多了 要注意防守 对头部的保护 应该手拿起来 危险危险 时间到了 这回合时间到了 好吗 咱们 我看到双方之间呢 在这个回合较量 大家打的都彼此都是非常的艰苦 体能有明显特别 这是中方选手自己中心不稳摔倒 不算被击倒 应该是厂下的这些教练员啊 裁判员一直在给他指点 加强了前手 这个在防守的时候 注意呢 防守不要单纯防守 消极防守 应该是破坏型的压迫式的防守 而且呢 我们是压迫式的防守呢 实际上是我们家进操其身退顶 其器始终给对方造成威胁 对方我看他这个拳法的板击的命中率应该说还是值得通道的 对 毕竟这名日本选手应该是一个非常老道的一名选手 应该是找准机会怎么样去找一些对手的空档 抓紧时间呢 做一下自己的一个松紧转换的调整 这回我们看到中方选手呢是意志平质 有紧转换 对 闹量 坚持 还有 继续继续 不错 好的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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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赵志康同日方选手 谷川巡迹比赛结果 1号裁判 27比30 27 under 13 Thank you 韩老师 2号裁判 27比30 蓝方胜 3号裁判 27比30 蓝方胜 比赛最终结果 蓝方日本选手谷川巡迹 获得比赛最终胜利 赵志康因缺少经验 遗憾输掉了比赛 相信一场复仇之战 已经开始在这位小将心中酝酿 刚上场就被顶了两下 然后就差气了 回去我总结一下自己的技术啊 体力啊 然后 争取下次给观众 观众朋友们更精彩的比赛 面对日方突然扭转战局 中方依然决定 派出中国三大75公斤级风云人物 阿特尔和包摄日古冷 他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我一年都没比赛了 我的所有的群群在身上 看好我的表现 好球啊 赶快点 此时此刻 现场观众 对胜利的期待 达到高场 中国真功夫汉奖包摄 能否再次改写比分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日方战将 山田太郎 闪亮登场 在这 准备 好 现在全世界赵子龙一声投入 今天晚上的75公斤级选手之间的照亮 厉害 我是中国武术协会刘粉雷 大家好 我是奥海琳 这两个时候应该在你都比较独意 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同方男方选手的基本性 同方选手 是 怎么说呢 是我们中国比较很有名的选手 他叫包摄尔布朗 他曾经获得过很多的名次 我们跟抢着作风的两个选手呢 从这个身材啊 和他的气势看着比较接近 从我们这个角度上看 包摄尔布朗更强悍一些 所以从这个选手的这个态势上看着 他还是强攻硬 他的身打应要一击必杀 志在必得 对 而且呢 我们看这红红选手啊 他打得比较放松 也非常自信 对 那日方选手现在已经是 心理上已经是比错了 所以我看他下一步 这比赛 他打起来比较艰难一些 噴空 噴空 噴空的一个态势 而且还有一段撞向 对 还有一个飞膝 这个膝盖应该顶着狠者 一垂定音的效果 对 包摄尔布朗刚才用西部 顶到对手的门面 对手 现在已经在对手 在那个包摄尔布朗的东西 快速来临的KO 让现场观众意犹未尽 包摄尔布朗 以及霸气的飞膝 瞬间让对手失去抵抗 比赛已经结束了 中方选手 包摄尔布朗 在第一回合 将对手KO获胀 这个部门是我第一次我认为的动作 因为我上台感觉很兴奋自己 很充满了力量 所以我什么动作都敢做 自信 霸气 强势碾压 包摄尔用最火爆的KO 把比赛推向了高场 最后一场终日决战 马上开启 我们有请日方押阵大将石川佐藤鲁 中方阵中押阵大将 他也是中国队领军人物 押阵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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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十八岁 体重 七十四公斤 红古族胶子 组号 浩云汤王 二零一年 英雄传说决战 南汤战衣中 反战银泰拳 七十五年级台并第一的 亚三和来 二零一年 东太宗战 赛星 二十五年级台并第一的 泰拳王 看 观众们大家好 这里是 明泰瑞云家园 中日王者蒸发在比赛现场 我是中国武术协会刘可雷 大家好 我是浩海银 这是第一天海上的 决战决胜的关键战 也就是真正的压制大战 场上是75公斤级选手的较量 场上的选手呢 是代表了 中日双方的变形的水平 而且这个中方选手巴特 对他来说 在中国的比赛中 阿富多多的比赛 很多的比赛 很多的容易 转身嘴 看到巴特今天打的 还是比较放松 转身嘴 看着比较犹豫 还以为他正攻 巴特比较中期 他超有一个疏忽的 巴特这个实际抓的 非常準拒 对 毕竟是一个老道的运动员 正所谓是十年磨一剑 对 不下薪水 有薪水 不管有没有 他出的团团很多 但是有效的转换 就没有出 他已经站住了主动 这歌比赛是 怎么说呢 中间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一个主动人的一个位置 左右直拳架了一个后边腿 他已经站住了主动人的一个位置 这歌比赛是怎么说呢 中间的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主动人的一个位置 组合角发 左右直拳架了一个后边腿 高腿 我看他打得非常的突然 对 这个高边腿 这个选手还是躲得很快 刚才出现一些状况 我估计刚才这几边腿啊 最后还是造成了威胁 5 6 3 1 突然来临的戏剧性KO 结束了整场比赛 最终 巴特尔 用一切无法想象的中边腿 迫失石川佐藤 嗓尸战斗力 最终 奥斯克巴特尔 以KO方式 获得比赛 最终胜利 中国战队 也以3比1的大比分 完胜日本对手 下期节目中 以白金兵为首的中国战队 将踏上西的外战争场 他又将会有 怎样的表现呢 Google 北京兵为首 帕尔 控制 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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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a Hina 好